为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 东盟人民协会与菲律宾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将于2017年9月9日 在彼华丽山庄SLS酒店 举行东盟成立50周年 惊喜庆典晚会 马来西亚雪兰娥王太子将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庆典晚会 东盟人民协会创始人兼总裁Nelson Yang表示 这个庆祝东盟成立50周年的庆典将进一步提升东盟的知名度 他补充说 这个庆典是全美国唯一庆祝东盟50周年的活动 陈宝利集团首席执行长许坚 或要担任东盟人民协会洛杉矶峰会理事 并以陈宝利集团冠名赞助 东盟成立50周年的惊喜庆典 许坚表示 陈宝利集团乐意协助 邀请主流民选官员与企业家参与盛会 为彼此架设友谊的桥梁 晚会赞助单位大庄家赌场度假村代表表示 应邀出席庆典晚会的嘉宾包括住华盛顿特区 旧金山及洛杉矶的东盟成员国大使和总领事 美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 美国和加利福尼亚州议员 以及洛杉矶与比华丽山庄民选官员 晚会将于下午六十开始 首先是贵宾机围酒会 随后是晚餐及娱乐节目 HMedia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